小蜗牛 麻豆 上菜 麻豆啊 收拾桌子 麻豆 结账 麻豆 麻豆 哎呀 麻豆 你最近手脚怎么变慢了 每天要干的活这么多 我好累呀 哎 夫子 不如您再找个小工吧 呃 这个 你要是不加人手 我可不干了 哎 行吧 你要是能回答出问题 我就再找个小工来帮你 如何呀 好啊 没问题 麻豆 这些字你都认识吗 住 排 丸 八 发 牙 爬 鸭 九 回 拳 鸭 变 嗯 都念对了 麻豆 你看这个丸子 你能说出它的偏旁吗 丸子是左右结构 偏旁就是左边的王子旁 没错 没错 那你来说说王子旁的写法吧 太简单了 鸭 鸭 树 鸭 哎 麻豆 你说的是王子的写法 但不是王子旁的写法 王子旁 王子旁 先写两短横 再居中写短数 最后是一题 可不是横哦 哦 麻豆 你能再说出几个王子旁的字吗 嗯 班级的班 皮球的球 都是王子旁 嗯 还不错 那是当然 好了 看下一题 你会写这两个字吗 我会 我会 对 左边是右 右边是寸 对 横撇 那 哎 麻豆 你说错了哟 对字的第二笔是长点 不是那 呃 这个 一定是夫子你听错了 对 横撇 长点 横 竖 钩 点 好了 接下来看这个茴字 茴 树 耿 辙 辙 耿 辙 横 这个字啊 一点也没说错 回字的偏旁是国字空 写的时候要注意 四横 四树的间距啊 要均匀 嘿嘿 我知道了 回 回家 返回 嘿嘿嘿 夫子 这下能招小宫了吧 别急 看了课文再说 小蜗牛 蜗牛一家住在小树林的旁边 春天来了 蜗牛妈妈对小蜗牛说 孩子 到小树林里去玩吧 小树发芽了 小蜗牛 爬呀 爬呀 好久才爬回来 他说 妈妈 小树长满了叶子 碧绿碧绿的 地上 还长着许多草莓呢 蜗牛妈妈说 哦 已经是夏天了 快去摘几颗草莓回来 小蜗牛 爬呀 爬呀 高久才爬回来 他说 妈妈 草莓没有了 地上长着蘑菇 树叶 全变黄了 蜗牛妈妈说 哦 已经是秋天了 快去采几颗蘑菇回来 小蜗牛 爬呀 爬呀 高久才爬回来 他说 妈妈 蘑菇没有了 地上盖着雪 树叶全掉了 蜗牛妈妈说 哦 已经是冬天了 你就待在家里过冬吧 笑死我了 怪不得说到动作慢 大家就会说慢得像蜗牛一样 哼 你还嘲笑人家 你现在干活的速度啊 不比他快多少 蜗牛呢 没有像我们一样的腿 也没有鸟里的翅膀 只在腹部长有扁平的足 只能借助肌肉的蠕动前进 所以 它才爬得这么慢呢 哦 小蜗牛 小蜗牛在妈妈的提示下 去树林里玩 虽然总是错过原来的季节 但也欣赏了春夏秋冬的不同景色 马豆 你能说出四季都有什么特点吗 不要紧 我给你看一道连线题 你就明白了 马豆 你来试试 嗯 春天 小树长出了新芽 夏天 地上长出了草莓 树叶碧绿 秋天 地上长着蘑菇 树叶全变黄了 冬天 地上盖着雪 树叶全掉了 嘿嘿嘿 副子 我连的没错吧 嗯 没错 在小树的变化中啊 四季已经悄悄走过 当然了 不仅仅是小树 还有很多景物 也会告诉我们四季的信息 比如 春天冰雪融化 夏天天气炎热 秋天大雁南飞 冬天动物冬眠 哎呀 夫子 你的体温完了没有啊 玛德瓦 你确实学得不错 我会按照约定 给你找一个小帮手的 真的 玛德瓦 从今天开始 店里的活 就由你和他 一起负责了 夫子 父子 哎 好热啊 玛德 你知道四季是怎么形成的吗 四季的形成啊 是因为地球的公转 如果地球是笔直地围绕太阳公转 那么太阳光线将永远直射赤道附近的地区 而其他地区的受热情况也会保持不变 这样一来地球上将不会有四季的变化 而我们的地球是斜着身子围绕太阳公转的 当它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太阳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就处于夏季 南半球处于冬季 南北半球正好相反 没错 不过六个月之后地球就会转到这个位置 太阳直射南半球 斜射北半球 这里就形成了冬季 而当太阳直射到这两个位置之间时 就会形成春季和秋季 赤道地区由于常年接受太阳直射 四季都像是夏天 而南北级地区则只有冬夏两个季节 父子父子 现在是七月 这里太热了 咱们把放管开到南极去吧 马上 三 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